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电子梦的最后一集 杀死所有人 这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神奇的国度 美墨加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组成的联邦政府 美墨加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且有着十分奇葩的选举制度 现在的全民公投仍然被沿用下去 但是呢,候选人却只剩下一位 当电视主持人问起选举的意义和在时 新的总统候选人回答说 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是每个国民通过投出赞成的一票表达了他们的意志 这样的选举当然会召来部分民众的不满 但是呢,候选总统却能通过煽动民粹主义 轻松压下反对的声音 我们的男主角菲尔就是这样一名对选举持有意义的工人 同时他还是一个破为守旧的人 在一个广告已经无孔不入的时代 菲尔却对广告充满了反感 妻子则比菲尔要变通很多 他会一边品尝着产品 一边享用产品中附带的AR服务 菲尔对此自然是嗤之以鼻 不过当他手动关闭AR服务时 妻子却骂他像个野人 连声控都不会用 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早晨之后 菲尔搭乘火车来到了工厂 从外部来看工厂的规模应该十分可观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 公司里一共也没几个员工 原来工厂里的生产线早就高度自动化了 菲尔和同事的工作十分简单 他们只需要确保生产线正常运转 并且检测机器人生产的产品是否达标 五间休息十分 菲尔和同事吐槽了妻子和虚拟人物亲热的破事 同事就觉得菲尔过于守旧 还劝他给自己也找点乐子 既然妻子能购买虚拟服务 那他当然也可以购买 同事给他推荐了一款网红奶酪 这款奶酪的味道可能并不突出 但是奶酪中附带的虚拟服务却切实的让我们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秀色可惨 有着傲人身材的小姐姐 一边举着奶酪 一边掀起了自己的裙脚 马爸爸说 未来的产品卖的是体验和服务 看来确实是那么回事 晚上菲尔赵长寿看起最新的选举新闻 候选总统正在电视上侃侃而谈 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这位候选总统竟然喊出了一句十分疯狂的口号 这句法西斯意味十足的言论 开始引起菲尔的警觉 隔天菲尔来到工厂 和同事聊起了候选总统的疯狂言论 还表示他们不能让这位疯狂的总统成功当选 令人奇怪的是 网络上却无人关心候选总统说出的疯狂言论 菲尔的一位同事表示自己也听到了这句口号 但是他却劝说菲尔不用对此太过在意 那些唬人的言论只是娱乐大众的作秀而已 菲尔尝试淡忘此事 但是就在当天下班的时候 菲尔却听到了候选总统重申了他的疯狂言论 同时菲尔还发现路上出现很多杀工所有异类的标语 菲尔赶忙拿出手机开始拍摄 不料火车却突然发生了事故 菲尔也随之昏迷了过去 等到菲尔重新醒来之时 他已经来到了一间心理治疗中心 他和一旁的治疗师说起了候选总统的疯狂言论 然而治疗师对此却置若罔闻 只是一个劲的询问他 火车事故的相关情况 这次检测并未发现菲尔存在异常状况 治疗师递给他一张汽车牌照 还表示希望他不要再乘坐公车 第二天早上 菲尔乘坐妻子的汽车前去上班 就在汽车时的半路之时 两人却目睹了一名陌生女子 正被群众疯狂追赶 菲尔直觉的事情不太对劲 他迅速上前阻止了一群人的围攻 让人镇静的是 警察赶到之后 不仅没有处理围殴群众 反而再次将菲尔送进了治疗中心 从治疗室的谈话中 菲尔这才得知 原来自己救下的陌生女子 就是候选总统口中的异类 尽管菲尔一再解释 救人之举只是一场意外 但是他还是被当作了异类嫌疑人 回到工厂之后 主管让菲尔戴上了 监测身体数据的智能手表 还叮嘱他不要再谈论选举相关的事情 然而公司外面竖起的大横幅 却再次让菲尔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 菲尔开始计划伪装自己的身份 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达意义 不料就在他接入节目之后 电视上却显示出他的真实身份 这下菲尔彻底乱了阵脚 之前准备好的质问再也问不出口 因为很有可能他会因此被人们视为异类 这次事件之后 菲尔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工厂的同事不敢再和他说话 警察也悄悄找上了门 为了避开警察 菲尔不得不从窗户爬进家中 他收拾好行李 打算和妻子一起离开 然而妻子却怀疑菲尔也是一名异类 无奈之下 菲尔只好独自出逃 他避开搜查的警车和飞机 逃到了巨幅广告这里 没多久警车便赶了过来 无路可逃的菲尔只好爬到了广告牌上面 警方见菲尔情绪激动 开始利用菲尔手上的智能手表 给他植入麻醉剂 就在邀机即将见效之时 菲尔却察觉到智能手表的秘密 他及时的取下了手表 并开始呼吁收看直播的观众 不要让总统候选人的疯狂言论成为现实 因为这句标语中的异类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代对象 任何一位公民都有可能被关上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成为全民公敌 一番呼吁之后 菲尔尝试将横幅上的尸体取下 然而他却在取下尸体时 不慎掉了下去 影片结尾 总统候选人在全国直播上 发表了义正言辞的演讲 杀光所有异类的口号 被认为是必要且有效的 因为他将有助于进化这个国家 公民们不必为此感到恐慌 只要他们不是异类 就拥有着百分百的安全 而可怜的菲尔 则成了巨幅广告前的新展品 这部影片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 短篇小说 吊死的陌生人 原著的故事较为简单 讲述的就是男主角在山盘路上 发现路灯上吊死了一个人 但是街坊邻居 却对此漠不关心 一番调查之后 男主角才洞悉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小镇上的居民 大多被外星人控制了 这个被吊死的人 其实只是一个诱饵 用来吊出 还没有被外星人控制的人类 小说有着很强的隐喻意味 这篇小说写作于1950年代 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 全国上下人人自危 害怕被打上亲共派的标签 被吊死的陌生人 其实就是麦卡锡主义下 无辜受害者的象征 影片杀死所有人 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 不过其思想内核仍然和原著一脉相承 同样讽刺了一个 完全容不下一类的社会 我们常说 人类社会应该走向多元化 也只有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才能真正称载起 修气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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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